哈囉我是陳寗 今天來拍有一陣子沒有拍的百人完妝 一樣我一跳過底妝的部分 直接從重點彩妝開始 然後這次要分享的東西 請各位熱愛化妝的觀眾一定要看完 我現在臉上的這個妝加起來不到1000塊 其實非常難相信像是這一種特殊色的眼線 竟然開價也買得到 有興趣的觀眾趕快繼續看下去吧 這次百人完妝說到KSTAR也要請來跟大家分享蠻多東西的 而且彩妝新手或是學生打藝看 因為每樣產品都非常便宜 品項也非常齊全 加上現在疫情期間全管七折 然後只要購買一樣單品就能夠免運費 在家戀裝完全不壓力 那我們先說眉毛的部分開始 是用M51 成型水眉筆 這些總共有三個色號都是很大眾使用的顏色 一般來講都可以挑到適合自己的 然後像我自己眉毛的條件沒有太大的論行 基本上我只要填補眉毛空隙 還有拉出一點眉尾就好了 而且近幾年非常流行那種 根根分明的野生眉 所以很適合搭配這種毛痞頭的眉筆一起使用 它的尖端有做到0.1mm 所以可以畫出非常非常自然的假毛瘤 而且底頭柔軟好畫 多重幾次就可以上手了 操作上沒有什麼困難 我覺得比起三叉型的眉筆 這種毛痞頭更不容易採淚 畫的時候有一個訣竅 因為我們只是填補孔氣 所以在使用時 基本上不需要刻意出力 你就拿這樣子 跟你的皮膚是垂直的 然後輕輕的撇一下 撇一下 這樣就能很好的去製造自然的毛瘤 如果剛開始使用覺得很挫折也比較灰心 多練幾次就有那個手感在 然後基本上它是不需要用眉刷暈開的 可是如果你覺得你的眉頭就是 畫比較重啊 或是畫比較多根 你可以稍微就是用指腹去壓一下 接著進入眼影 眼影用的是K-STAR的M17散散新陳雙頭眼影筆 這些有三個顏色 我這邊試色兩個比較實用百搭的色號 這個雙頭眼影筆我覺得使用上還蠻直覺的 只要把它旋轉開就可以直接使用 海綿頭上一次沾取的用那也不會過多 微微可惜的地方大概就是 兩頭都是珠光的妝效 對於腫拋眼的人來說比較不友善 現在畫出來的效果非常漂亮 是那種碎鑽感的亮片 不會過如飽和酥寬 你要拿來提亮眼頭眼皮中央或是臥蠶都可以 我會先拿玫瑰星球比較淺的這一頭 來幫整個眼皮做打底 它的這個海綿頭不會很粗糙 直接拿來暈染眼影邊界 我覺得也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暈染後長這樣 搭配這個碎鑽感妝 只要日常其實這樣塗一塗 就可以出門了 再用比較深的這一頭 加深眼皮前半段還有眼尾氣質出的部分 如果今天你擔心這種海綿頭 沒有辦法很好的控制範圍的話 你也可以搭配像是棉花棒 或是你自己手邊有的那一種眼影刷來一起使用 然後我會拿金星中的深色 在眼尾氣質出加深淵的擴感 最後再用金星中的淺色 提亮眼頭握蠶的位置 這樣眼影的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是我覺得這次影片的重點 M80極光星系眼線筆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有時候想畫一些比較特別的眼妝 可能需要搭配各式各樣顏色的眼線一筆 但是普遍我們看到的開架眼線產品 基本上都是黑色或是咖啡色 通常要往專櫃或是代購才能找到 像是紫色、藍色、白色、紅色 或是一些比較特別的那種顏色 我就不會天天畫這種藝術眼妝 然後也不是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 真的要花幾千塊甚至超過 說實話很怕又沒幾次之後 下次要再使用就沒水了乾掉了 如果今天你跟我一樣有這個問題的話 這次的眼線一定要買 他們除了有經典的黑色、棕色之外 還有另外出六個彩色的 然後我自己實測過 我覺得它的防水抗層擦效的很好 我記得我第一次在手臂上試用 揉到手都快破皮了 是認真的快要破皮喔 它的眼線才有一點斑駁感 基本上正常狀況下是不會這麼大力的去摩擦 去搓揉你的眼睛 如果是以平常的力道在揉眼睛的話 它不動乳膳 就是一直呆在原地 最後我也有測試它的防水防陰染能力 我放在補方之後就沒有去理它了 過了幾天我都有正常的洗澡、洗手 發現它都沒有什麼掉欸 所以整體來說它的持久度表現算是很優秀的 這次的眼妝我用巨星紅來畫 他們的眼線一筆跟剛剛的水眉筆一樣 是做這種毛筆頭的 顏色薄的度上也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再用巨紅色畫一點下眼線 再用日星版在眼尾的地方畫一條幅度 就最近不是蠻流行這種畫法的 然後喜歡畫下睫毛或是想練習畫下睫毛的觀眾 可以拿出剛剛的水眉筆 一樣垂直的手勢就是畫幾根 最後刷個睫毛膏長的眼妝就完成了 再來唇膏是M45宇宙旋轉口紅 總共有五個顏色 看著色系軟選不會出錯 都是很大眾很百搭的顏色 雖然它是這種露霧的妝效 可是手感非常滑順好塗 很意外不會有乾燥緊繃的狀況 顯色度表現也很好 露眼看膏體是什麼顏色塗出來就是什麼顏色 然後蠟筆設計可以很好的去描繪出一些 像是他們Delta紅或是Alpharo 這種大紅色裸色系 就不用怕邊框描不好看起來會髒髒的 日常的話我覺得把邊界暈開 出來的效果也很漂亮 很像那種天生的嘴唇質感 我會先用Beta粉幫整個嘴唇做打底 再使用艾普希隆蜜桃的紅 從嘴唇內側開始融化雲開 然後在嘴唇的最內側再使用Delta紅 這樣裙彩也完成了 最後我會拿這些的唇膏當作腮虎使用 可以搭配這種海綿 或是先塗在手底上稍微暈開之後再拍在臉上 先用Alpharo在蘋果肌的這個位置 大範圍的打底 然後疊加剛剛這個蜜桃紅 小範圍的拍在中心 鼻頭位置也可以上一點 還有下巴的位置 這樣這次的妝容就完成啦 OK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反原完妝 如果對這次使用到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趕快到Kelistar的官網上面 全管七折加上一鍵就免運 我會再把連結網址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